台北市政府监视器太快 再报案外案 柯文哲一号青上火线召开了记者会 指控国民两党的议员 逼迫北市府将平宽 全部更换成三妹 是为了图利厂商 柯文哲不但投出媒体 大轰他们是金权政治帮凶 记者会上更是火辣的开呛 说自己还没有下台 蓝绿已经联合起来无钱 痛批议会们勾结财团 但蓝绿议员同声博弑 甚至喊出集体提告 而遭空的业者也发出了新闻稿 对柯文哲将保留法律追溯权 我柯文哲还没下台 因为国民党跟民间 已经开始联合起来无钱 我们不允许财团勾结议会 诈取国家的钱我不同意 现任前再开轰 指控蓝绿议员勾结财团 北市更换监视器预算案 柯文哲甚至投出媒体 痛批明代们是金权政治帮凶 柯市府原先规划监视器 换两妹平宽1035支 三妹443支 全改成200万画素 没想到议会下旦书 两妹平宽只能使用 100万画素监视器 如果要照原规格 要求平宽全改成三妹 却会年增900万预算 柯文哲更指控 如果全市都改成三妹平宽 年增8600万预算 质疑就是为了图立厂商 叫台智光 我已经忍耐他8年 95%业务就只有台北市 我等于台北市被他绑住 签25年 欧龙宾实在签了 我也没办法 今天时候把他开除 警察局CCTV系统没办法运作 遭柯文哲指控的财团 就是这间台湾智慧光电 接下北市府光纤网路 委外建设营运案 最大股东 就是台通光电与鸿海集团 这个就是怪案 我也不想当年是笨还是坏 才搞了这个厂商出来 台智光发出新闻稿 强调完全合乎契约 轰柯文哲不实指控 将保留法律追溯权 说三道士的骂然骂律 他在累积他2024要竞选总统的一些声量 他必须要指正立立 我们大家可以集体控告他 来告啊 不然我们叫大家全部 在议会大家怎么讲 后面传闻很多啦 我也不想讲 北市府隔空对抗 柯文哲任急奖满前夕 和蓝绿两党 甚至前市府开战 恐怕越演越烈 接受我讲李明洪 台湾报道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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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